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天空出现了另一个地球 人类尝试联系后发现可怕秘密的科幻电影 另一个地球 天空出现了一颗和地球十分相似的行星 人类称之为地球二号 主角罗娜是一个天才少女 17岁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她沉迷于天上的那个地球 却没有注意停在路口的车 一场车祸夺走了看似美好的一切 一同被夺走的还有音乐教授约翰的妻儿 作为罪魁祸首的罗娜被判刑四年 这起事故让罗娜的心灵蒙受了巨大的打击 罪恶感让她过着最底层的生活 却始终逃脱不掉灵魂的谴责 四年的牢狱生活也让她和社会脱轨 只能兼职清洁工聊一度日 一天下班 她不自觉地溜达到了出车祸的地方 发现了前来悼念妻儿的约翰 半夜她悄悄来到约翰的窗外 窥见了约翰潦倒失忆的生活 罪恶感将她深深的吞噬 经过再三思考 她决定向约翰坦白自己的罪行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 她又犯了怂 说自己是来帮忙打扫的 就这样 她以清洁员的身份进入了约翰家 约翰很满意她的服务 希望下一次还有她来打扫 在这样的来往中 罗娜和约翰渐渐熟悉起来 并通过约翰家的天文望眼镜 看到了地球二号的景象 但同时她也了解到了 自己带给约翰的伤害有多大 一天她在新闻中看到地球二号的新消息 人类已经和地球二号取得了联系 让人惊讶的是 地球二号住着的不是外星人 而是地球人自己的投影 科学家为了探索地球二号 决定派两名志愿者前往 原本就对天文感兴趣的罗娜 抱着一丝逃避痛苦的侥幸报了名 她妄想能从罪恶感里逃脱 在这个期间 她和约翰的关系越发亲密 在罗娜的照顾和开导下 约翰逐渐地走出阴霾 她重拾了自己的音乐爱好 并和罗娜成为了情侣 一天罗娜回家后 弟弟告诉她 她的申请成功了 罗娜十分高兴和约翰分享这个喜讯 但约翰劝她不要走留下来 罗娜深知约翰爱上了自己 而自己也爱上了约翰 但是怀揣着罪恶感的罗娜 知道他们不能和彼此在一起 无奈之下她告诉了约翰 自己就是当年酿成车祸的罪魁祸首 约翰听完果然痛苦万分 疯狂地将她赶出了门外 罗娜一回到家门外 就被记者包围了 作为为二可以去到地球二号的人 她受到了全民的关注 她从新闻里得知了一个理论 当地球二号地球第一次靠近地球时 两个地球的同步性就被打破了 所以此时的地球二号时间还停留在四年前 也就是车祸发生的那年 这样的话呢 约翰的妻儿很可能在地球二号还活着 他赶紧跑到约翰家 想告诉他这个消息 但是约翰正在气头上 根本不让他进门 他只好从窗户爬进去 却被愤怒的约翰一把掐住脖子 但最后约翰没忍心下手 罗娜跟他说完之后 将自己的票留给了约翰 怀着这样的美好的希望 约翰踏上了太空之旅 看着电视上准备出发的约翰 罗娜终于释怀的笑了 就这样过了四个月 一天 罗娜下班回家 却在路上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原来车祸到底还是发生了 因为发生了车祸 地球二号的罗娜 才会从一个有着远大虔诚的优秀学生 顿时滑落到社会的边缘 才会在身负愧疚 万念俱灰的状态下 向往去到地球 最终罗娜的希望化为泡影 他将在原地久久不能做出反应 这个结局可以说是神来之彼了 将美好的戏迹毁灭给人看 如果说约翰及时原谅了罗娜 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 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场面 但有的错误 我们无法弥补 而有的错误 我们必须原谅 好了 今天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C Worlds 感谢观看